断路器是指能够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并能关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和开断异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的开关装置。 断路器按其使用范围分为高压断路器与低压断路器。 高低压界限划分比较模糊,一般将3000V以上的称为高压电器。 断路器一般由触头系统、面弧系统、操作机构、拨扣器、外壳等构成。 当转路时,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克服反力弹簧。 拨扣器拉动操作机构动作,开关顺时跳闸。 当过载时电流变大、发热量加剧,双金属片变形到一定程度推动机构动作。 有电子型的,使用护感器采集各项电流大小。 与设定时比较,当电流异常时,微处理器发出信号,使电子扣扣器带动操作机构工作。 吹壶吸壶的原理主要是冷却电壶减落热油理。 另一方面,通过吹壶拉长电子加强带电力阻复合和扩散,同时把无系统的带电力吹散,迅速恢复借着绝缘强度。 低压段路器也称空气开关,可用来接通和分段负载电路。 也可用来控制不频繁启动的电路机。 它功能相当于炸刀开关、破电流寄电器、施压寄电器、热寄电器以及漏电保护器等电器部分。 或全部的功能总和,是低压配电网中一种重要的保护电器。 断路器可用来分配电脑,不频繁地启动异度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 当它们发生严重或过载或者转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其功能相当于熔断气势开关与破欠热寄电器等的组合。 而且在分断故障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目前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